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跌了263点 很明显的今天盘中找不到任何主流族群 盘面上最怕四个字群龙无首 因为没有人再往前带动 没有人往前带动这个盘就叫群龙无首 就是一个弱势盘就很容易拉回修正 所以今天跌了200多点 来我们看一下新闻 上市贵库存7.7兆 天哪 你看这么大的库存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库存量 库存的东西太多 有时候会过期 尤其是电子业资讯产品 你是这一季的手机 你现在比如说三星S20 S20你要卖谁啊 现在23都快要出来了 所以你过期的东西 过季的东西会慢慢贬值不值钱 甚至卖不出去 所以对电子业来讲 这个库存太高 非常非常的不利 那我们现在库存这么高 那为什么会这么高 当然就是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嘛 消费力的降低 当然就企业背货太多了 那最后就变成了库存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冲击经济的一个问题 当然会带来股市不良的影响 好 我们看今天的新闻 小米砍了5000人 所以你想想看 非评供应链 当然是有个警戒的 因为小米是算手机里面 算做得最好的 小米现在手机出到2亿像素 我有买一只 还有1亿像素的 我本来就用1亿像素 现在最新出来是2亿像素 我再买一次 小米的手机技术 说真的在苹果 这个华为下去之后 因为华为被大陆给 被中国 被美国把它断了 断了很多的供应链 华为就上不去就下来了 那现在代替上来就是小米 小米的手机 说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莱卡也跟它合作镜头 所以小米手机这么强 怎么还砍人 因为销路不好 景气下滑 所以它虽然手机很强 可是经济下滑 所以它都要砍人 所以我们说这是对整个产业 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一个龙头地位的公司 如果都在砍人 那当然是景气很不好 所以很明显也看得出来 好 手机IC输货会坏多久 明年第三季 可能悲观到明年第三季才有机会 所以明年上半年 可能还是非常的低迷 所以这种情下股票当然涨不动 甚至很容易拉回修正 你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些话我都不今天才告诉你 这些都讲很久了 好 大陆电池怎么样 大陆离电池进入战国时代 这边有写他们要花很多的钱 这个金额1.6兆 3.8兆 去做相关的备货 所以你看当这个电池 进入战国时代 不是一家 百家真名 各家产品都出来了 大陆即使有很多矿产 大陆太大了 矿产太多了 不管你需要什么 它都有 你要理 你要念 你要孤 你要猛 它通通有 当然反过我们台湾是通通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有时候看鸿海 我是很担心 鸿海现在把这个电动车的部门 压那么大压那么多 那万一你跟不上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你看将来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 那看大陆这么竞争 大陆上半年前三大电动车厂 全部赔钱 包含未来等等 全部赔钱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您大陆都这样 那现在电动车真的有这么好吗 所以我们就必须想看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很担心鸿海 好 那我们大盘这一段 总共跌掉将近6000点 那目前反弹之后 反弹到哪里到这里 这昨天的图 那今天又跌265 所以这个4000点已经不止了 所以现在已经跌了 2000 这个400多点了 跟这个4400多点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跌下来 你看对这个市场当然伤害很大 今年一整年快要结束了 今天都已经20号了 今年没有赚到钱的人 数不清 赔了一屁股的人 那更多 为什么 大盘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伤得非常非常重 所以我们说跟谁 结果会不一样 你跟着餐饮就找到厕所 跟着蜜蜂 他当然要去采花蜜蜂 找到花朵 跟着亿万赚千万 跟着乞丐 最后就变要饭 今年的行情更说明这一点 你跟错人 一定会伤得非常非常重 因为今天大盘跌太深了 那如果还没有结束 那会更惨 你看未来景气好像也不怎么好 所以这个行情转空结束了吗 如果没有结束你就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回头回来看大盘 大盘的格局 这些两线跌破了 我早就跟你讲这些两线跌破了 我相信我的客户每天都 低通扣信都会收到我的讯息 我早就跟他们讲两线跌破了 要非常小心 那目前还比较庆幸 就是第一线还稍微强一点 所以他没有崩盘的一个危机 可是看周线就不大一样 周线还是非常的危险 周线还是三线转空的格局 这个高点转空从311到现在 这空头格局修正都还没有修正完毕 所以我们如果从周线来看 这盘怎么可能是多头 就是一个跌生的反弹而已 就是跌生反弹而已 所以你操作上你的策略 你必须要想好 就是你来做生意一样 有时候经过一个 以前这个夜市很热闹 怎么现在没有了 盖大楼了 那你在那边摆摊 你以为你可以多长久了 明年就要盖大楼了 你以为你在那边可以赚一辈子 那夜市能够让你那么久 不可能 那你坐夜市 我一个月可以赚五万 我去买一台车贷款 贷款五年那你惨了 明年这个就惨掉了 要盖大楼了 所以你必须有一些长眼的规划 你不能眼睛看太太浅 所以我们说这格局什么 日线没问题 但是也跌破了 目前是一多两空 多头陷入整理 周线来讲就是一个空头格局 这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一样 你在夜市那边摆摊摄摊 你就是一年而已 你不要以为你贷款车子五年 你第二年就没有位置 你就是盖大楼产平了 所以你要看得懂要看得远 股市也是一样 你不是光看日线 周线你要看得懂 那看不懂你就会搞错方向了 这大盘要上两万点 我听你在鬼扯 搞不清楚 对不对 那就乱说一通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结果是不一样 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赞敏股市 第600则讲的 日线周线的综合研判 这书里面都有 那我们看电子股也是一样 电子股 没错 还是一多两空 早就出现卖出讯号了 没错 所以你早就要警觉了 周线更严重 为什么 一样 这转空时间更早 2月25 三线都很跌破 你看最后这一段 区域线拉不起来 先跌破了 拉不起来变粉红色 红色变粉红色 卖出讯号之前的出现 我以前提醒你 所以这个地方高距離 就是高点了 最后它崩盘下来了 那目前就是空头反弹 空头反弹也结束了 为什么 下面两线又跌破了 那就没有反弹了 所以你要看得懂这个格局 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操作 甚至你要反手布空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 你在股市里面你要赚钱 很难 2020年过去的很多人都上得很重 有了些股票 让很多人上得很重 你来看一下 有高端 普瑞 群联 群建 群创 还有什么 友达面板股 一跌六成七成一大堆 甚至有跌八成的都有 这个创维 这个艾普 这个联勇 这个 文德 一大堆都跌得非常非常深 这股票太多了 比如说上银 利旺 这个益龙店 这个台华 台华头 都跌得非常非常深 一跌都是六成七成 好 敦泰 跌八成 更深 微风店也跌很深 这个 环球晶 世界先进 所以你看这股票 一跌都是六成七成跌给你 甚至跌八成给你看的 都跌得非常非常深 被动元件 像华兴科 这个 爱生技的资源 金豪科 益龙都一样跌很深 比如说这个金利科 联勇 联发科 我都给你跌五成以上 都跌得非常深 金测 文茂 等等 所以你看这么多股票 一跌都是五成六成 这些都是热门的股票 不是那么门的 所以我们今年 伤得很重的非常多 大盘跌四千多点 最低跌在六千点 那很多股票跌六成 七成 八成都有 韩英股都跌八成 所以你看很多人是伤得很重 今年是很惨 那我们的缴学费有两种 一个像市场缴学费 你刚刚买来错误的股票 就是像市场缴学费 这很可怜 因为缴不完 懂意思吗 每年都要缴人缴不完 缴不完 那像赢家缴学费 你会执尾票价 还会反过来赚钱 所以学费要缴在哪里 不要像市场交了 你像市场交了 也没有人会可怜你 每个都在笑你 赢个人也会偷偷笑你 王先生不敢放烫 要急促了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像赢家缴学费 不要像市场缴学费 那你不会做乱做 就像市场缴学费 懂意思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选股 像我刚刚讲 那么多错误的股票 你的人生一定会 非常的悲惨 你赚了钱 好不容易跌几十人钱 一下子都把它输光了 一年就把它输光了 那人生怎么会幸福 那跟着你的小孩 跟着你的家人 都跟着受伤害 因为他们都很痛苦 好不好 我们说一整年 在你没有看到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也是跌很深 像鸿海 盘整一年没有涨 基隆股跌三成 台积电最高跌46% 含义股 类股跌六成 有的跌八成 像这个长龙跌八成 ABF三雄 如果你买到这些股票 一定都伤很重 平均都跌六成到七成 透这边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买到这些股票 还有很多IC设计的股票 很多人都买到都重伤了 好我们看今天的行情 这是上市成交值盘版 今天是10月20 来 第二名新星 跌停版 这个 东哥游艇 也跌停版 奇怪怎么会突然跌停版 东哥游还在高等 高点 新星跟跌停版 你看今天跌最深的 第一页跌最深的跌停版 新星 东哥游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档跌停版的股票 它到底呈现 什么样的架构 来 新星 今天达到跌停版 来看一下 因为12月7号是转空 卖出信号就出现了 今天已经10月20了 所以经过将近10个假日 头说没有 你要报这些股票干嘛 那你报到现在 这一段是多赔的 懂意思吗 转空卖出信号出现150 今天不是150 你看今天多少 今天剩下多少 今天跌停版 126 天啊 一扎差2 2万4 所以不是早就转空 你就该跑了吗 不是吗 12月7号 没错啊 出现一多两空的卖出信号 卖出信号出现 你就该跑了 今天跌到这里了 跌停版 跳功跌停版 所以想想看 你应该报这一段 我们不要讲说 你这一段赔下来 赔六成 你应该报这一段 这10天你应该报的信心吗 当然不对啊 可是没有人提醒你啊 詹明你有讲吗 有啊 我这样讲你不行 你再来背后 对不对 我真的有讲了 真的有讲 我们看这个格局 危险 这跟黑黑棒出现 就是很危险 你看不懂对不对 到今天 偷这边 跳空跌停版 你后悔了 一张2万5赔掉了 真的有讲吗 这天讲的 这天是12月8号 8号的时候 隔天的 黑黑棒的隔天 我跟你讲 这天转空第二天 有没有 有啊 在这里哦 新鲜哦 当时有没有讲 真的吗 来 在这里 12月8号 解盘时间 下午2点13分50秒 2点13分50秒 这东森画面 所以你不要问我说 这个是不是造假了 这东森画面 怎么造假 不要开玩笑 这电视画面解下来 你回去YouTube看 12月8号 下午的2点13分50秒 我一定有跟你讲 新鲜转空 有啊 当然我不可能 每一档都讲 也没那么多时间 接盘只有半小时 扣掉广告 只有24分钟 确实 但这天我有讲 10月8号我有讲 新鲜转空 一定有讲 对不对 麦虚然出现了 好 南电 一样啊 转空很多天了 那你不跑 当然就会受伤 所以我们说 这是什么 这个原则是日线为主 周线为主 我们刚刚讲完日线 再讲周线 来 日线讲完了 来看周线 周线4月15号 出现卖讯 到现在根本没有翻多过 这瓜里还非常的大 好了 它已经跌60几%了 那你去买新鲜干嘛 对啊 那你去买新鲜干嘛 这段是空头反弹 你一定看不懂 你不晓得瓜里还非常大 那你追进去 又不跑 你就受伤了嘛 这不是新鲜吗 所以我们说要看什么 日线要看 周线也要看 就这个道理 日线早就不对 10月7号就卖讯 要出现了 10月8号我就提醒了 周线4月15号就很转空 到现在 这都还在空头客局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蓝电也是一样 4月8号就转空 一大堆卖讯息要出现 1234 你不跑 后面就有一大堆了 这些港股 跌了8成 7成了 好 请说4月15号就出现了 一样 一大堆卖讯息要出现了 不跑后面就受伤伤了 到目前 瓜里还非常大 三线一台在空房 这样懂了吗 一整年过去了 这已经12月20了 张爱明一整年 没跟你讲过ABF好 市场多少人跟你讲 ABF好 全部都供股 全部都被修理了 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专业 你才能在股市里面生存 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这样专业 要记得 跟我做一个好朋友 赖把他加进去 加进去就不用钱 你怕什么 有问题发上来 讨论完之后 对你有帮助 我们在做好朋友 你想要跟我做 可以 这样懂意思吗 就跟男女生一样 不能说一见面 你嫁给我神经病 先做个朋友 谈得来 对不对 这个人生观相同 理念相同 再慢慢来恋爱 再结婚 然后一见面就这样 嫁给你神经病 所以不是的 一样你进来 我们先聊天 有兴趣 理念相同 你愿意跟着我们操作 再谈缴贿的问题 所以加入LINE是不用钱 虽然很简单 转空你也知道 你不知道杀杂根包 包一年你就受重伤了 懂意思吗 东哥有 今天打到跌停板 来看东哥有 哎呦 高档出现一个大绿棒 不对了 那你看之前 怎么之前就转空了 对啊 这格局本来就不对 看懂吗 这格局就不对了 你去买它 你怎么会有保障呢 今天三线跌破转空了 你这已经看不出来了 那股价这个礼拜 创了怎么样 最高点 今天创了最高点 所以你在K线上 你是绝对看不出来 这里有问题的 这样看出来了吗 有啊 这格局不对啊 所以你这样会去买 东哥有吗 不可能 因为你有我的股神系统 我们做好朋友了 你就认同我的理念嘛 那我跟你讲 这个转空的股神系统 我跟你讲转空 你会去买啊 不可能啊 那并就空 你去买它干嘛 不是这样吗 那你一次避开一根的停板 这根停板值多少钱 这不少啊 一张三几块 所以你这样一次避开 这样的停板 也不用多啦 三万就好 你一个礼拜避开十次 十二万 一个礼拜就价值十二万了 不是吗 那反过来 你搞不好买到涨停板的股票 哎呦 一来一回搞不好差五十万了 那就很有意思了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所以要看得懂 你在K线上 你是看不出来这里有问题 股神系统会告诉你 这里有问题 好 台积电什么问题 今天 457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为什么涨不上去 两个卖出去就要出现了 你不知道对不对 你不想卖出去就要出现 所以你还傻傻抱着 三线破两线了 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 怎么可以做多呢 跟他去美国设厂 这个都先不用谈 谈那一块太遥远了 很简单从股神系统来看 这个就不对啊 因为两个卖出去要出现了嘛 那往上看 就是一大堆卖出去 压力重重嘛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不能做多 这样懂意思吗 这很简单的 好不好 那我们看台积电周线来 历史最高点688 跌到370 这一段跌掉318 那目前在这里 456 这样是多少 头这边 反弹了86块 如果从最高点算下 是232 这条线以上的全部套牢 今年喔 今年全部套牢 没套牢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一整年跟你讲台积电 有多好的 就这样 这点讲是对的啦 没赚多少啦 那上面讲 这个全部都是错的啦 所以你看这样 一整年过去了 头这边 只有这一点点是对的 那你再回想一下 一整年多少跟你讲 台积电多好 多好 你听着鬼扯 根本就是要 鬼扯话胡乱 你这一整年 什么时候听我跟你讲 台积电很好 没有 不可能 因为我不会说 不好就是不好嘛 那为什么不好 也让我们来看看 它对不对 来 你看这个格局 这格局是不对啊 还有它的周线 我们待会儿看周线 好 那我们说这个新闻 代工要开始降价 成熟自成要降价 那成熟自成降价好不好 降价没有好的 懂意思吗 降价相对的利润就降低了 那怎么会好呢 懂意思吗 好 半导体明年 三好五坏 五坏 才三个好 你打半球就知道 三个好球 五个坏球 当然是不好 五个不好的 好 那你看台积电周线 这完全都在空头格局 一样就是空头反弹而已 这哪有多好 那你看得懂 你不会买它最高点688 格局不对啊 怎么可以追 所以你去买它688 天哪 317 懂意思吗 那你看跌到这里 这格局也不对啊 所以想想看 这格局都空头格局 那怎么会台积电好呢 你什么时候听我讲说台积电好 没有啊 为什么 他就格局就不对啊 不对就是不好啊 那最后结果也是告诉你不好 你买了是受伤 答案不是很简单吗 鸿海是一样 一整年都没涨了 格局是错的 所以我没跟你说鸿海 联邦克也是一样 空头格局 好 高手跟散路有什么不同 高手就是乱枪打鸟 乱买 台积电 鸿海乱买一通 看了黑影就开枪 斑马 斑马就黑白马 黑白买买买一通 自以为是 高手呢 选股有方法 操作有依据 跟随趋势 专做主流 所以如果你不能成为高手 因为你违背这四个原则 那如果你还在赔钱 因为你就是这样啊 乱枪打鸟 看到黑影就开枪 斑马一头 自以为是 最后当然就赔钱了 我希望每个投资人 不要做斑马 不然会赔死 好 2022年一整年过去了 都这边 检讨过去的一年 未来明年2023年 你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不要再做错误了 好不好 大盘这一整年 说真的真的是不好 目前跌大概4400年左右 这非常非常的不好 买进去的 大概赚的也没有多少 你看这条线在这里 上面都是套牢的 这今年套牢量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也没办法骗人 买进去都赔比较多了 好 赞明一整年没有看到 鸿海金融股台积电 航运股ABF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一股票 好不好 好 勾建护国要多久 有人说老师 我说输了 怎么样赚回来 那你看勾建护国 勾建护国就握心肠胆 坐在采访里面 在新的木头上面 采访里面 握在那个木头上面 藏着苦胆 不要忘记魅果的耻辱 经过十年升聚 升聚就生育 聚聚小孩 10岁以后开始教育他 再教训他们 教育他们 所以十年升聚 十年教训 刚好20年 所以勾建护国 20年 那你做股票 从数家被赢家多久 如果搞20年就疯了 老师哥不理想你 我都得啊 对不对 当然不用20年 靠20年就完了 好 三座靠山找到 对的人 对的观念 对的工具 找到这三座山 幸福都在海路上 就找到三座山 可能就是明天的事 开始反败为生 没办法找到 对不起 过十年二十年 都一样 你还是继续输 没办法改变了 好 今年一整年 赞爱民怎么操作 高点18619 最高点 到这里 第一段 赞爱民怎么操作 在这里 太完美了 赞爱民227要是开始放空 2224全部都空单了 空完下来 不是43 44笔 赚44笔 轻松放口袋 这一段短多久笔 再继续放空 哇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这一段呢 有一小部分重点 这一段呢 这段还是很完美 做27笔 做29笔赢27笔 所以如果你是跟了赞爱民 我现在你一整年 是非常幸福的 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 跟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好不好 接下来做什么 升级股 哇 这也是玩得很 赢得很开心 12档 赢得非常开心 接下来做什么 观光 也是非常开心 不断的开心 对不对 最近呢 最近做电动车 两次 一档股票做两次 50%放口袋了 还有呢 最近做什么 升级股 南光 四个停板 所以如果你一整年 都这样操作 很开心 偶尔输一几笔 也没有关系 懂意思吗 赢了很多嘛 小输一点也是正常 又不是神 所以操作这样 就很开心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都怎么样 未来 2023年 希望你找到一个 对的人 用对一个好的工具 找到一个怎么样 正确的 投资观念 这样你就可以 把你人生 反败为胜 成为真正的赢家 我们先交给明德 好 更多操作策略 建议 广告白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 讲点密码代表时间 交给张老师 好的 升级股今天休息 那怎么研判 投资没有 因为你之前没有赚到钱 你今天拉回就很恐慌了 那如果你之前四个停板了 你有什么好恐慌的 懂意思吗 好 格局对吗 今天拉回修正 三线架构没有破坏 日线对 桌线也是对 投资没有 那如果这样 有什么好紧张的 做股票是这样的 你不要乱乱乱听 最后你每天都很紧张 压力很大 好不好 不用了 好 说的也有一样 没有改变 日线没有改变 周线也是对的 那有什么要紧张的 建桥也是一样 这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们说你报线股票 没什么好紧张 这样等于是吗 那我们看这个 2022年刚开始 这个去年年底 我跟你讲 三个一千万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千万要小心 行情不对了 千万要停损 千万不要摊平 这是我刚年初的时候 给大家几个 送给大家三个一千万 如果你有听我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受到 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要小心 你要乱追 对不对 跟你说要停损 你要不停损 不可能 所以我的年初就跟大家讲了 那今年年初 明年年初 现在年底到了 2023快到 我送你什么 我送你四个一千万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理财课程 千万不要相信免费的东西 千万不要把钱汇到别人户头 会进去就不会再回来 永远不会回来 千万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 你要记得在里面 送给你这四个一千万 不相信你最后一定会后悔 记得手机拍照起来 不要说我没讲 好 这个高互帅 网红 涉嫌违法代操 金管会最高华千万 这图形是五年以上 一个真正会操作股票 会去违法 头发掉 操作股票一定可以赚很多钱 你怎么会去违法 所以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还帮你代操 给你教你课程 对不对 五兆给你推股票 这都是有刑者的 所以你只要参加 你想要去上个课 想要这个 得到点东西 我跟你讲 老师把他脑袋 直接放到你头上 把你脑袋换掉 请滑头再次 把脑袋砍下来 放在你头上 你也不会赚钱 脑袋是 有些人都做不赢 他怎么教你 他当然教你也没用 所以你要懂这个原理 懂意思吗 所以不要去想要贪小便宜 不要想做这些课程 没有用 找到一个真正 股市合法的高所 才是最有效的 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讲了 好不好 小二组A25006999 这是我的LINE 你可以搜索加入 有问题发生来 记得留下电话 在那边快速回答 我们先交给明德 感谢本心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制度不得家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简共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闪上评估 自负投资风险 祝你高速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会